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开最大的火 煮到118度至121度 如果你们家里没有温度计的话呢 你们可以用这种铁石卷成一个好像吹bubble的一个铁这样 要怎么样测试到它这个温度到达呢 我们就沾那个糖回来 然后我们吹过来一个bubble 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呢 煮好的糖呢 我们就下黑盆了 快速翻炒 开小火 炒到它结晶 结晶后呢 我们再炒咯 Caramel Lice OK 煮到这样子的颜色就可以了 Caramel Lice OK 它冷了过后呢 我们就把它切碎 好 现在我要教大家做黑盆纳化电影 我们的材料有水 吸沙汤 还有烹烤过的黑盆纳 它的做法是跟刚刚的 Caramel Lice 黑盆纳一模一样 煮好后呢 我们就倒进去 Food Processor 和 Blend and Paste 就可以了 然后放进 Buy-Pank Bag 备用 好 接下来我教你们做黑盆纳化电影 下来有牛油 吸沙汤 黄糖 盐 黑盆纳化电影 全蛋 高净粉 还有苏打粉 倒入牛油 吸沙汤 黄糖 搅拌均匀 还有盐 然后加入 Paste 搅拌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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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搅拌均匀好了 我们就分次加入蛋 搅拌均匀好了 我们就加入所有的粉类 高净粉 苏打粉 满手搅拌均匀 好了 这样子 均匀 一粒团测30g 好 测了的团 把所有的黑盆纳搅在一起 烧压压压 OK 测完后呢 我们挤上我的帘里内 再放一点黑盆纳 OK 我们 Preheat 170度 然后我们以160度烘烤时间到8分钟就可以了 就这样 我们的黑盆纳搅拌均匀就完成了 就这样 我们的黑盆纳搅拌均匀就完成了 接下来 比赁金智 再说 比赁金智 再说 比赁金智 也不能不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